这是我见过最最最终口味的雪糕 没有之一 给 请你吃雪糕 爱不爱吃香菜的都一毛了 听说你爱香菜 我特地给你做的雪糕 你这个是真雪糕刺客 香菜都拿来做雪糕了 这一看就会好吃 绝对美味 买了一把香菜 一个雪糕模具和同款鸭子 这是一位来自福建叫做双的粉丝 爱口侧的 闭嘴 谁让你说话了 我操 鸭是不是欠揍 切香菜 先把香菜切得碎一分 这样能多放一点 给它均匀地放在模具里 加入生命的圆泉 放冰箱冻下几个小时 冻好了 我这雪糕纯天然纯手工制作 不添加任何添加地防护剂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冰淇淋 不用亲手做这个香菜冰淇淋 他才会得感受一天啊 香菜都能做雪糕了 还有啥是不能做的 尝一下 好吃哦 这味道太好吃了 冻成冰的香菜又有神奇的口感 特别棒 你一定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雪糕 不信的话你自己做一个尝尝 现在的零食真是鬼三观啊 沙漆马都已经黑化了 有人说呀 这不就是普通的沙漆马吗 来看一下它是黑色的啊 它是由黑米黑豆黑麦黑芝麻黑枝麻黑枸杞 制作而成的啊 你怕长肉的话这个也可以使用啊 比普通的沙漆马要好吃的多了啊 看差评 一股怪味 男主要黑黑的 转世色鼠 前面后眼 买了 9块的多首15号 日移会来自云南 叫辛勤思的粉丝让我测的 说是我的忠实粉丝 我点开视频才发现 大家排的长队让我测这款 黑色杀气吗 那事情必须给大家安排了 喜欢兄弟点赞 关注支持一下 不记得先看开代表 里面有小麦粉麦芽 他将食用猪油 鲜鸡蛋 黑芝麻 黑麦粉 黑米粉 黑豆粉 和食品添加剂 保持期六个月 产地福建当中 他视频里说 怕长肉的也可以停 我刻意看了下这个营养成分表 他里面的脂肪和能量都不低啊 以故乖微 大家看一下 闻起来没有什么意味 能闻到奶盖的那种奶香味 感觉黑黑的全是色酥 这反应黑的不是没碳色的 他的黑色大部分来自于 黑芝麻 黑麦粉 黑米粉 黑豆粉 黑枸杞 不过添加剂里 这些普遍的太黑就色素 不过只要不是三无产品 他的剂量都是在可食用范围之内的 前提后人 尝一下 它不仅有普通沙气麻的味道 还有奶盖的奶香味 和黑芝麻的香味 口外还是挺丰富的 味道是挺甜的 但是它不厚 价格也不贵 喜欢吃甜的可以尝尝 中和评价